各位的粉丝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今天这期视频 小薇来给我们粉丝朋友们 对我跟小乔的关心的那些疑问 简短的给粉丝朋友们解释一下 其实我这次从巴东回来的话 是因为下面的大表哥突然离开 作为我的话 就是想回来送到最后一层 就是帮帮忙作为农村的轰薯 是这样子的 就是远亲不如近龙 对吧 另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从我这次回来 可能他们以为我跟小乔是不是又闹 又吵架了 或者是不是分手了之类的 今天在这里我给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解答清晰 免得就是所有看好我们 一直以来默默支持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为这件事情就是生气 其实我跟小乔我们俩的话 通过上次我们俩 就是发生了一些摩擦之后 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大家都是很冷静的 不像那个十七八岁 二十多岁的时候那种 个性跟想法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不管是男人或者是女人 大家都应该心理也好 各方面也好 都已经成熟稳定了 我跟他这次回来 只是我跟他讲 我要回来邻居家帮忙 他也同意了 所以我就一个人就匆忙了 就回来了 现在这边的事情全部也处理完了 其实我跟他我们两个也 打算了准备出去 为什么在我们直播间 包括我们的视频下方 我都没有去回忽那些 其实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也知道 自从我视频当中 有小乔的出现 我们的人气 包括我们的铁粉 喜欢和支持我跟小乔的 都越来越多 同时我和小乔 也感受到了 有很少数的那种 纯粹的 就是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也不希望我们俩过得好的 也有 可能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无论是在直播间也好 在视频下方也好 但是既然我们选择了 做这个自媒体 我们能做的 像我跟小乔 我们俩只能够不管是我们俩的感情也好 事业也好 只有我们两个去努力 做好就可以了 其他的别人 对你有什么那个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左右 所以说今天在这里 我非常感谢我们的那个 喜欢支持我跟小乔的粉丝朋友们 在你们真心的鼓励 还有支持之下 我和小乔真的 感觉到了 四面八方粉丝家人们 对我们俩的 祝福 还有希望我跟小乔 过得好的粉丝朋友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刚刚我也说了 我跟小乔这次我回来 只是回来邻居家 放下忙 至于那个 有少数粉丝朋友们 那个 觉得我和小乔 吵架的问题 我已经给家人们讲了 这次回来 我跟他 什么都没有吵 也不会去吵了 只是我和他就觉得 不管是在视频里面也好 直播也好 我们的视频下方评论区也好 就是可能我们现在 更多要做的就是那种 去保持沉默 就是 就像我跟他 我们俩 私底下彼此 送给彼此的一句话一样 我们俩要好好努力 好好的争气 现在两个人 男女朋友走到一起的话 无论 我为他家 为他付出多少 我觉得 这个最起码证明 对别人是真心真意 其他的我觉得 两个人过日子 就是两个人生活当中的 感情上的事情 生活当中的事情 有很多的局外人 他压根都是 他没有站在女人立场 他也体会不到 他也分不清 什么的 所以说 不管是 我们 所有的粉丝朋友们也一样 就是两个人过日子 我们是过给自己的 别人看 他永远 只看得到你的表面 看不到你 整个生活当中 还有人这一辈子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就是这段经历走下来 只要自己觉得不后悔 自己觉得 是幸福的 就可以了 包括我们的 父母 亲戚朋友也是一样 他只能给你送上祝福 但是真正的幸福 还是得靠你们两个人 去相互的争取 相互的去经营 通过今天的视频 所有粉丝朋友们的 疑惑 也给家人们解答了 小乔和我 可能粉丝朋友们也看得出来 并不是说 小乔找不到男人 小微找不到女人 只是可能通过我们俩 漫长的接触了这么长时间 在整个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和细节上 觉得彼此都是彼此 喜欢 愿意共同一起 生活一辈子的人 一直以来我也在想 其实我和小乔 我们需要的粉丝朋友 就是那种 希望我们两个好好的 恩爱爱的 希望我们两个 能够通过我和他在一起 能够把我们俩的生活 过得越来越好的 粉丝朋友 并不是那种 今天说小乔 我喜欢你 不喜欢小微 小微这个人 怎么样子 又说 当时小乔就说 什么都没有 穷得一笔鸟草的 反正就是 说那些不好的吧 当时我又说小乔又怎么样子 怎么样子的 我觉得 因为我跟他过日子 现在其实我的 一直以来 没有那个 去明确的去回复那些问题 去注重这件事情 从现在开始 我这样想的 如果既然说小乔 跟我在一起了 我觉得 我应该 遇到那些事情的话 我应该出来 保护他 作为男人 我觉得 不允许任何人 去 让他委屈 让他不开心 我不知道今天 在那想话 是否是对 还是错 但是的话 既然两个人 感情上 分不开 断不了 我觉得 我们就应该 好好的 珍惜彼此 我想 应该会幸福的吧 无论怎样 日子是自己过 路是自己走 好和不好 跟自己 息息相关 跟 其他的可能就是 无所谓的那种 好了 家伙们 今天这些视频 就暂且的 分享到这里了 今天小伟 准备 出花了 去什么地方 你们猜 马上 我就 带着我的 美好的心情 走了 今天天色也不错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